全油管最快新闻,今年6月以来,全国中药材价格持续上涨,引发广泛关注。 据数据显示,当归、党参、牡丹皮、黄莲、白竹、甘草等中药材价格出现大幅上涨,广州中药材市场也普遍上涨。 中药材价格上涨对上下游产业链均产生较大影响,导致患者药价上涨。 有专家建议建立中药材战略储备库平抑价格波动。 同时,中药材价格上涨也影响到种植户,种植中药材的困难和产量波动成为导致价格上涨的原因之一。 中药材价格上涨对医药企业也带来成本压力。 订阅新闻及速递,最先知小天下事。